合成光为了挽回神枪手四连的荣誉 同时也为了取得这次联合演习的胜利 他不惜拖着虚弱的身体爬到了烟囱底部 在吃掉最后的干粮储备后 合成光便耐心的等待蓝军司令员出现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晚上的温度也开始骤然下降 并且天空还下起了磅河大量 这让本就虚弱的合成光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但即便如此 合成光也依然时刻保持着清醒 下面的士兵在雨中来回穿伏 营地的探照灯也在不停扫射 指挥部里的众人更是不由的担心起来 可唯独范天雷却坚信合成光能挺过去 显然这种说法得不到大家的认可 甚至就连他自己的心里也没了底 到了次日清晨 经过大雨洗礼的合成光已经面色苍白 而彻夜未眠的范天雷也做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决定 这看似正常的转移计划 实际上则是范天雷为了引出合成光 相比于演习的失败 他更加看重合成光的安全 而等了一天一夜的合成光 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目标任务 只要成功命中蓝军司令 这次的演习就能转败为胜 只见合成光缓缓瞄准目标 在确保万无一事后 合成光果断的扣下了安机 战俘营里的战士们瞬间沸腾起 他们不光赢下了这次演习的胜利 并且还夺回了属于铁拳团的荣誉 而他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也映衬出了蓝军脸上的失落感 当蓝军司令员摘下毕章的那一刻 胜利属于整个铁拳团 在确保合成光无生命危险后 范天雷便准备让士兵上去搭救 可看到这一幕的合成光 却以为演习还没有结束 朝着范天雷的身上就打出了一枪 剑指挥原被拘 蓝军小队长迅速组织人员准备反击 但毕竟高处的何成光占据着绝对优势 没一会的时间 何成光就将蓝军小队一一拒杀 甚至就连军犬都没放过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庞星仪已经顺着爬梯来到了烟囱 她势必要让这个巴塔军装的小伙付出代价 我严杀了你 可此时的何成光已经泪倒虚脱 庞星仪健壮也只能等下次来 在直升机的协助下 何成光再次被抬上了担架 接着就被送往军医院进行治疗 而范天雷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何成光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放水计划还是没有瞒住何成光 最好的安保措施不是马上传议 而是他就 直到找到这个医生 你为什么 范天雷没有进行解释 反倒质问何成光为什么不去治疗 何成光自然知道事情的清楚 如果一旦上报的话 不仅会有损铁拳团的颜面 甚至就连范天雷都会被拖下去撞 我们希望你今晚的生出现在 要像成为像你父亲那样的主持手 要有好成功不要做 我 我 好